老男孩被称为韩国复仇电影的巅峰之作 某伴更是超30万人打出8.3的擎天高分 影片不仅拿下多项国际大奖 也是韩国出口电影里价格最高的一部 其中镜头里的表现形式 将残忍和美学被统一的如此和谐 让庸俗变得有品 不得不让人佩服导演挑战于的鬼才手段 但这部获奖无数的影片 在其他国家上映时 口碑据音集赛尺度出现了两极化 所以他现在不是嫌犯 反而是一个无万底的普通人 他突然明白了关押人的意图 不过他现在要找一个机会 试试自己锻炼了这么久的格斗 到底有没有用 结果很明显 相当有用 到了晚上 他莫名其妙的走到一家日料店门口 更奇怪的是 他身旁也突然出现个乞丐模样的男人 突然递给了他一部手机和钱包 最后对方就离开了这里 这番操作搞得大秀也一脸猛逼 可这给了他足够的钱 用于生活消费 所以他现在要饱餐一顿 最佳的地方 就是这个日料店 正当他点完餐时时 一旁的手机却突然响了 大秀也是第一次 听到关押他的神秘人的声音 而大秀的对话 却把一旁的女人刺激到了 不过之后他又像个没事人 继续为顾客大秀准备食物 而神秘人也告诉大秀 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就从过去寻找 说完就把电话挂断 气愤不已的大秀 拿起一旁的活章鱼 恨恨恨的咬下去 这野蛮的吃相 再次把女人给看愣了 这也使得女人情不自禁的 将手放在了大秀的手上 可没想到 这一下就让大秀昏倒了 大秀似乎还没有适应外面的世界 可等到大秀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女厨师的家 女孩名为美道 他在大秀的行李中 无意翻开了对方的日记 从而对这个奇怪的男人 有着前所未有的好奇感 大秀以为美道是看上自己了 不然一个女孩 怎么会把一名陌生男人带回家 所以他不顾美道的警告 对他来了个霸王硬上宫 结果就是换来一顿胖走 自讨没剧的大秀准备离去 不过美道没有驱赶大秀 反而挽留对方 在看过大秀的日记后 美道表示自己和大秀感同身受 时常在孤独悲伤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蚂蚁 这些奇怪的东西出现 从而使得两人 反而给大秀讲了个 更劲爆的内容 自从大秀被他囚禁后 从开始到现在的一切 都是李右正亲手设计好的 就连偶遇美道这个有缘人 也是李右正安排的 他在大秀出来前 安排了一个女人 对着大秀说什么 其实那个女人是个催眠师 他在释放大秀前 就将其催眠了 并且美道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就被催眠师同样催眠了 所以并不是冥冥之中 他误入那家日料店 而是特意在催眠里 植入了下意识 而当大秀在 接通李右正的第一个电话时 两人的对话内容 也是开始启动 美道催眠的关键 而之后他们发生的每一件事 其实都是李右正设计好来 让两人触发彼此的催眠指令 包括两人最后情意绵绵在一起 他之所以要费尽心思 去做这件事 他向前打开礼盒 里面是一本黑色的相册 而当他拿起相册打开来时 这个故事最精彩时刻来临了 相册里是大秀和家人的合照 但一点点往后翻下去 大秀发现这后面的照片 都是女儿的成长经历 随着相册里女儿无样的变化 她的心犹如被刀扎一样 一点点的往下深入 原来长大后的女儿 竟然就是现在的美道 自己跟亲生女儿一直被设计 最终发生了有为人伦之事 而这才是李右正的真正复仇 知道真相后的大秀 红了一般的冲向李右正 但却突破不了保镖老白 大秀一次次的被老白放倒 将老白的耳朵撕穿 可这也让老白失去了理智 直接抱走了 不管李右正如何下令 老白都停不进去了 既然如此 李右正就用自己私藏的手枪 将老白一箱爆头 毕竟自己的故事还没讲完 李右正的复仇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不仅要大秀崩溃而已 所以他让人准备好了一个 同样颜色的大礼盒 白放在美道面前 而金牙炳也是李右正的计划者之一 这样不仅能把他的生意做大 还能骗取大秀的信任 从而将美道送入狼口 而知晓了情况的大秀 听命恳求美道 千万不要打开眼前的盒子 为了让这个计划终止 自知都不过李右正的大秀 发向了对方脚下 他苦苦哀求对方 哪怕自己成为对方的一只狗 坦然的仇家来 所以在李右正按下电梯开关的那一刻 大秀思考再三后还是选择按下去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并不是什么心脏起搏器开关 而是屋内的音响开关 性考验 此刻每道呼喊的每一声 都犹如利剑一般 将大秀万箭穿心 现在的大秀除了绝望外 更多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但李右正的执念却因此加深 他没有因为复仇成功而解脱 反而陷入到当年的回忆里 原来在谣言散开的时候 姐姐就想和弟弟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可就在下坠的那一刻 李右正却害怕的不敢继续 但生死抉择之际他选择了退缩 而那一刻自己放开的手 却像是一把枪一般 所以到最后 他被自己的执念拉入了地狱 而在半年过后 在一个白雪茫茫的地方 不能说话的大秀 找到了当初催眠他们的催眠师 用那句纵使我是禽兽 难道就没有生存的资格吗 从而打动了催眠师 而这次他请求催眠师 但他笑出之前所有不好的回忆 只保留了自己和美道的回忆 等到一声令下后 倒在雪地里的大秀醒来 看见缓缓走来的美道 满眼心疼的看着眼前的大秀 在这种结尾收场之后 肯定有许多第一次看的人 会觉得这就是 不熏传不到的风气的垃圾 这也是口碑两极话的原因之一 但电影真正要表达的 并不是针对这种不该有的爱 而是在指的是 少数的人和个体命运 李佑正和他姐姐的悲剧 就是指的这一少数的一类人 难道他们真的是因为 吴大秀的一句话导致的吗 显然不是 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传统伦理观念 对不该有的爱 或是畸形的爱是零容忍 从而形成的可怕暴力施加 最后 希望大家都关心下身边人 也都用善意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 说不定 会有不一样的收获